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2月26日 這是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 已經是聖誕節第二日了 博星Day 大家如果交換了禮物 應該是今天刪除了 跟大家要繼續跟進一宗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 這次習近平 向美國全面跪低 因為 新疆維吾爾人的 強制勞動法 基本上 是一見封喉 將中共的死穴點了 而中共 在兩天之內即時給予反應 即時下跪 這次的下跪 可以說是習近平 有史以來反應最快的 因為以往通常都是 說一些 找外交部出來撥虎罵街 又或者 而且 還是 請口舌招人 只把口硬 但是 這次 這次 真的是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習近平 真的扯白旗投降 而且不是輪到他屈蔽話事 而且 這次 整個黨 也是要 復元 因為你再不斷跟美國鬥下去 只有死路一天 我們可以把所有以前外交部說的東西全部套用到中國 中國 這個政府 政府 倒行逆施 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侵犯人權 迫害維吾爾人 可以說是成為了世界人民的公敵 而這次 美國政府 果斷的措施 使得中共這個邪惡政權 要跪低 要正式 撤回很多政策 首先起碼在姿態上 徹底下跪 將新疆的區委書記 自治區的書記 陳全國換了一個 省長 而廣東省省長的級別 其實跟新疆自治區書記差很遠 因為新疆是一個很重要很敏感的地方 陳全國還是新疆建設兵團 的第一書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下一步 就是入政治局 當現在66歲的 陳全國 看來入政治局的希望也會幻滅 那麼入政治局希望幻滅 究竟是怎樣呢 當然就可能留下一個虛閒給他 不單止是 還有 香港的問題 就是中共 在全世界 的第二個風眼 其實本身 新疆問題是由香港的風眼帶起的 換得陳全國 始作勇者的林鄭月娥 怎麼會不沒事呢 現在我們可以跟大家說 最近香港01不斷吹風吹淡林鄭月娥 其實 就是知道 本身他們想先動林鄭月娥 不過 美國這招 來得太快了 參眾兩院一致通過 美國總統也簽署了法案 所以 他們第一時間 是要作出反應 要跟美國說話 說話 不要打下去了 打下去搞不定 因為中共 最後一口氣 當然 接下來 估計是很短時間內 會宣佈林鄭月娥 不連任 當然 是不會 由中央宣佈 當然是自己說的 我們在跟大家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 跟大家說了 這兩年來 最嚴重的打壓 我想也可能是這次 因為以往未試過 黃標的時間那麼久 已經是 由17日開始 到了21日被封了 現在說是封七天 但是 我們上訴了五天都沒有任何回復 我們也不太看好 希望兩天之後的28日可以重新上載 如果28日可以重新恢復上載的話 可能也可以解除了短期的問題 但是 由於這個 我們的廣告收入大跌 一直以來其實也是受到他的打壓 最近 變成了九成 由於我們的Patreon人數也不夠 所以我們懇請大家可以訂閱我們Patreon 訂閱Patreon之餘 可以幫你無限創作廣告 我們有一個 播放清單給大家創作 然後如果大家有餘力 希望大家可以快點贊助 由於這個Patreon的數量 即使現在也不錯 但是 只能夠 支付我們一半的開支 因為現在我們全球的僱員 是20人 這一年的發展 我可以說 我們的發展也算 發展得很不錯 一直有壯大 接下來我們 會加強我們台灣的新聞 然後 每天也會有台灣新聞 每天的台灣的本地新聞 有英國的本地新聞 另外 越南有兩位手足會幫我們 一起做 東南亞新聞 這個我想應該也是我們創先河的 現在我們也在密識美加、澳紐 因為 每一個地方有我們香港人的地方 我認為就需要我們的新聞 報導 這個 可以說是 全球的香港人電台 就是升旗易得道 我們繼續跟大家分析一下 林鄭月娥 可以說是這次 全世界封殺中共的封眼起源 不是19年的時代革命 美國政府 不會那麼關注中共 對於人權的迫害 這個2020年的疫症大流行大爆發 向全世界播毒 亦都是使得美國 歐洲或全世界的 文明政府看穿了中共 本質 就是一個邪惡政權 所以他們 注意到新疆這個問題 新疆是有集中營 新疆有集中營 其實香港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集中營 每天香港人就受司法迫害 此作勇者就是林鄭月娥 而香港的特區政府以林鄭為首 跟著政務司司長 李家超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以及政務司司長 鄭若驊也是受美國政府制裁 跟陳全國是同一個合數的 陳全國出事 沒有理由林鄭月娥可以獨視其身 所以香港01 是可以說近這兩個星期 不斷在做林鄭月娥 不斷暢談她連任的行程 其實早於一個多月前 我們已經 跟大家分析了 當時 其實 北京已經的消息滲了到廣東 而廣東的朋友 第一時間通知我們 當然這個消息很快 當時很多人一時間也 接受不了 他也認為林鄭不可能會輸 誰可能會連任 是不是 這個世界 消息 我們也不可以百分百相熟 因為 做人不能夠靠耳朵 不過 我們會綜合作不同的消息 再加上自己的分析 我們會分析那個消息可不可靠 這就是我們專門 做這件事 因為外面有很多很多信息 你看到 例如在美國 郭文貴 有很多資料爆出來 當然 有些資料我們也有收到 問題 不像 好像習近平有師生指 這件事我也有聽 但是 上面說完之後 我再對 郭文貴口中說出來 我自己也不太相信 然後 再去推敲 不像 是真的不多次 所以我們也不做 如果不是 那麼Juicy的新聞 為什麼不做 因為覺得很流 很流 但是林鄭這件事 我們收到消息的時候 其實 應該是10月 11月左右 在一個多月前 當時 外面 北京已經在吹風 習近平好像想換人 深圳 深圳市委 約了林鄭開會 臨時放飛機 這是一個很大的政治信號 深圳市委 是比林鄭低半級的 深圳市委書記比林鄭的官階低半級 你想一下 他也敢放飛機 當你臭死 肯定是有些 不少是渣男的 後面有些東西支撐他這樣做 中共的官場 從來都不敢以下犯上 除非 他知道你失勢 為什麼那麼膽子呢 隔離左右 真的是你失勢 我們報導完之後 很多人都不相信 你們在說謊 又夠暗又傳假消息 很多時候 我們知道的消息 不會即時告訴你 不是恆生指數 你今天沽兩萬張旗子 明天的事倒 不是這樣的 沒有即時反映出來的 好像陳全國這件事 習近平那麼快反映 是因為真是毀滅性的 我們早就跟大家說 對中共的企業也是一個毀滅性的 是不是 你在大陸 做任何的紡織品 任何的衣服 鞋襪 還有枕頭套 梳化 每樣東西跟棉有關的 你基本上全部都不開出口美國 你想想 那個打擊是多大呢 工業鏈的生產鏈是多大呢 多少工人會這樣倒閉 而沒有飯 沒工開呢 然後在那裏切廠的香港商人 是不是要全部撤向中國 要不然你的貨就不用去美國了 緊急要搬去越南 緊急要搬去柬埔寨 去這個 孟加拉 巴基斯坦 所以 這個真是毀滅性打擊 好了 至於我們為甚麼說林鄭月娥那麼肯定 她一定沒得做呢 原因就是這次陳全國 毫不猶而把她交出來 有人說陳全國不是 不是這個 習近平的系嘛 他是李克強的人 他在 河南省 河南省 跟李克強出身的 所以呢 他可以放棄 但是他是有功的 他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是有功的 因為他是嚴格執行習近平的政策 在新疆搞集中營 這個 這次是幫習近平揹的 為什麼他也有稀少稿上 不過由於他因為受國際制裁 受著美國制裁 他是封眼所在 不能換 所以只能換他下來 林鄭月娥何嘗不是呢 他 他下面的那幾隻走狗 鄭若驊 李家超 鄧炳強 都是被美國制裁的 所以 我接下來的解讀就是有機會 林鄭月娥 如果不在北京說突然間心臟病發 病死 病逝北京的話 就是他自己宣佈 就不各種連任了 由於家庭的問題 跟當年梁振英一模一樣 但是為什麼那麼混水 梁振英當時是10月份宣佈 3月選特首 當時的林鄭 即時是 林鄭月娥 但是現在不同 現在的國際環境 國際形勢 誰做都無所謂 我們 也有想到一個人選 除了雞爭之外 有雞有鵝 直接開這個農場 還是開燒尾店 雞和鵝 雞和鵝飯 還有一個跳灰 這個叫做劏房 因為現在在香港的司局長裏面 最高級的官員唯一 他是沒有受到 美國的制裁 隨時他真的 走運走到腳趾尾 當然 他的照片會不會代表 梁振英可以復批呢 或者梁振英 做回一個 比較高級的顧問呢 當然不會啦 梁振英難道做副特首 難道做師長嗎 他也不敢於 屈居於 這個 陳茂波的下帝 但你要叫梁振英出來做特首 習近平的臉都下不了 他這麼好 你不用換人啦 要不要換人啦 要不要換人啦 越換越嚴重 換回他上來 就證明他錯了 證明他錯了 證明習近平錯了 是不是 所以 梁振英也是沒運行的啦 你的命生得不正 做一屆就算了 而林鄭月娥 我們也覺得很快 他會出來宣佈 他不敬族特首 其實這個是最體面的 用一個家庭理由 不過 如果中央面子 最好是什麼呢 最好就是林鄭病死在北京 哎呀 天道英才呀 一個 那麼好的 無產家級革命家 馬列主義 以前這些人就會有 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家 無產家級革命家 現在哪有這些東西啊 最多就是一個很清職的公務員 很清職的特首 對於國家堅定不移的支持 執行 國家政策 最多是這樣寫的 他的副文 我們也不想 詳細討論 等他死了 我們再跟大家慶祝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 敬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